记者黄旭磊高雄报道 高雄市自立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移动大楼应价 今天下午三点多突然倒塌 压到三名机车骑士 三人送医前无呼吸心跳 分送软综合 高一级大同医院急救 其中 男骑士 身份不明 约五十岁 急救无效确定死亡 而代性女子 四十五岁 昏迷指数三 另名女骑士 身份不明 约四十岁 仍在抢救大同医院 于傍晚五点许宣布男伤者急救无效 确定死亡 阮综合医院表示 代性伤者携带健保卡 到院呈现昏迷状态 脑出血 昏迷指数三 急救诊断所脚掌骨折 右手上臂骨折 头部撕裂伤 脉搏微弱 医护仍在抢救 若心跳稳定 才能转家护病房 继续观察救治 高一急诊部长刘耀华指出 女伤者于下午四点二十五分许到院 到院前 无呼吸心跳等生命迹象 OHCA 出叛媒气 血凶引发病危 还在抢救 1 2 2 2 3